臺股今天又噴又創新高 當然盤中最強勢的是半導體相關的設備族群 不過另外一個全臺網友上班族 今天很噴的是長榮海運發了40個月的年終獎金 今天封關日 雖然沒有出現市場期待的收紅行情 不過全年度來看 臺股大漲了3486點 漲幅23.66%比去年還好 所以其實今年絕對是一個投資好年 那臺積電其實早盤一度來到620塊錢 創下12月以來新高 可惜尾盤提早放下去了 尾盤熄火 那聯電也是呈現量縮整理 這也是今天指數比較壓縮的原因 不過相關的供應電設備 今天是煙火提早放出來了 像星雲主要就是再生晶圓跟半導體設備 信鴻科產物工程 那目前也是成為台積電重要的御用工程的這個廠商 其實今天股價都是同步的登頂 那再來光照持續受惠於台積電 也把這個光照製成外包的一個效益 業績跟股價也頭部的一個增溫當中 那當然漲多的高位階的股票有些開始轉弱 像景碩有結帳的壓力 威盛前一陣子炒高 那目前看起來實質的業績 似乎還沒有辦法去支撐股價 慢慢的壓力也浮現 那陽明呢今天股價稍微弱勢一點 值得留意是因為下禮拜一呢 他三年前私募的股票解禁了 所以呢準備可以拿出來賣了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因為他足足占了股本兩成 所以這個籌碼會有一定的一個壓力 那大摩就摩根斯蘭蒂證券呢 點名喔這個供應鏈危機之下 有多家公司可能會成為受害者 包含了像英菲林恩智普德州一系等等 最主要是這些廠商比較容易受到地緣政治 跟供應鏈這個勞動力的問題影響 那不過呢也有幾家台廠被點名 事實上包含像呢新唐南亞科 或者說景碩南電等等 在今天盤中呢 其實比較沒有進一步的一個擴大碟視 那國際半導體協會這邊提到 明年的晶圓代工接單都滿了 業績非常的樂觀 而且呢還跟客戶簽訂了長月 我想明年在業績部分 真的是可以吃下定心丸 而且呢隨著漲價效應 毛利率呢都渴望再持續的往上提升 那今年來看的話 三星的營收成長的三成 Intel則是呢小幅衰退一個百分點 不過呢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落差 所以讓三星呢重新篡位回到呢 全球半導體營收的龍頭寶座 那未來來講的話呢 記憶體的一個晶片景氣 應該有機會在明年下半年開始復甦 那講到三星 其實在整個中國的西安城 這邊來說是它的Netflix 快甩記憶體的一個布局重鎮 它產能在這個地方呢 大概佔了全部的總產能的四成 那因為最近中國疫情再起 所以西安封城也影響到呢 三星在這邊的一個產量 那導致呢目前來看預期呢 Netflix的價格有機會提早出現回穩 相關國內的供應商來講的話 群聯或微剛等等成為受益者 那這邊印度的官方爆料了說 Intel呢有機會準備要來印度設廠 而且呢還是要準備來投入它最先進的18a的晶片生產 不過呢這個消息還沒有獲得Intel的證實 那印度官方呢因為要積極發展半導體晶片 那已經規劃了100億美元的預算了 那小米呢發表了系列的12手機 那這裡呢其實是非常高階的旗艦手機 包含搭載了高通最新的骁龍8晶片 以及呢這個小米自行研發的快充晶片P1 那其實這一款這個手機來講的話 主要瞄準的對手就是iPhone 13 那未來呢要進一步再擴大研發的領域 所以其實小米呢規劃把這個研發預算 提高到5年投入1000億人民幣 那聯發科呢也積極的去擴大宣傳 它的一個最新的產品 包含呢最近這個破天荒和Discovery頻道來合作 那由這個Discovery的導演跟攝影師呢 帶著有搭載聯發科天璣9000的高階手機 到呢一些極端環境去拍攝影片 那另外呢在電視晶片的宣傳部分呢 也請來了曾經得到奧斯卡金像獎的製片 來做一個進一步合作 那講到呢最近年底大家關心的年終獎金 還有績效分同 那晶圓代工大廠基本上呢 這個年終都是固定兩個月 不過呢大家更關切是他們在這個績效分紅的部分 如果以台積電來說的話呢 年終再加上績效分紅 起碼都是百萬元起跳 而且呢科技的加薪都不手軟喔 幾家晶圓代工大廠 今年都已經加薪大概呢兩成的幅度 明年還會再調整 包含像這個IC設計的聯勇 十二月份呢也宣布幫員工加薪兩成 年底到了大家很關心年終獎金喔 今年發起來最大方的就是呢 航運國長龍海運呢 今天震撼全臺灣喔 那因為呢公司今年爆賺兩千以上 一年獲利抵過過去二十年加總 那去年他們年終發十個月 今年大家都在猜要發幾個月呢 答案揭曉平均四十個月 所以一早起來很多員工呢刷本子 發現銀行村這裡 憑空多出了幾百萬元喔 那甚至呢經理級上的高階主管 甚至有人傳出喔 可以領到八十二個員鐘人 折合起來喔 戶頭可能會多出千萬元 真的讓人非常羨慕喔 那聯電透過旗下的轉投資公司聯營呢 積極地搶攻第三代半導體商機 從氮化加到碳化系 未來都會進一步去擴大研發跟生產 那未來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應該有機會推動聯電 下一個世代的一個業績成長動能 那講到第三代半導體 其實國內呢發展最早的就是呢 漢磊 那漢磊在十年前就開始超前部署 目前他在整個第三代半導體產業當中 是屬於中油的晶圓代工 六吋廠都已經滿了之後呢 未來也要擴大到八吋廠的發展 那最後一個好消息喔 要注意這個目前呢 6719立志電子即將呢申請挂牌 那他在新貴的價格已經900多塊錢喔 那即將以589元呢挂牌 所以呢一張抽中的話呢 價差就估計至少超過30萬元 抽籤的時間呢 就是下個禮拜一到三 就是申購日 大家要去登記 然後禮拜五就會正式開獎 好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中獎 我們稍後回來 拜拜 拜拜